2月3号在北京市海淀区紫竹苑公园东门 几位志愿者正在为过往的市民普及冬奥知识 邀请市民共舞一起向未来 而用闽南语为冬奥加油的声音显得格外响亮 志愿者队伍由十位在京台湾青年组成 他们来自高雄 彰化 台北 桃园等地 从2月2号到6号 这支由海淀区青年组织的台湾青年冬奥城市志愿者服务队 将在这里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冬奥 我们主要做的是一些除了基础上的一些服务 比方说文明引导 交通引导或提供热水 包含给一些大家测一些血压等等的工作之外 我们还会做一些比较有特色 因为我们有两岸元素 我们是希望说让民众感受到台湾同胞的服务跟热情 印有两岸地标建筑的明信片 台湾吉祥物黑熊 闽南语版的加油 小小的服务站里人头传动 为冬奥会和冬藏奥会加油的签名版早已签满 难以落笔 但前来参与体验的市民仍络绎不绝 我参与了用闽南语为咱们的冬奥加油 然后还有知识问答 然后现在得到了一个它设计的一个明信片 觉得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 我就过来来支持一下 也是支持一下咱们的冬奥 正好来子住院玩 然后有这活动 所以就带孩子来参加一下 一起向未来 所以两岸同胞都在一起搞这样的活动 我觉得我们看着也是非常高兴 由于台湾所处环境很难达到冰雪气候条件 冬奥会在岛内小伙伴们看来 是有点遥不可及的运动 但现在能以另一种方式参与冬奥会 志愿者们都很兴奋 这一次我没有错过 08年当时的我通过电视看着奥运 很开心很兴奋 没有想到14年之后 我是在这个现场 正在这座城市上为冬奥会付出 我觉得这是一个 就是应该说至今以来 就是我过的春节里面是最有意义的一次 因为我不仅是有过过春节 然后也参加了就是双奥之城 其中的一个冬奥 就是北京冬奥会的一个 城市志愿者的部分 其实我很荣幸可以参与冬奥的这个环节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我人一生中 就是我现在目前 我的人生中最大的一个亮点 据介绍 志愿者服务队还提供冬奥线上线下拍照打卡 排胞志愿者服务教学 两岸知识问答敬猜等多项特色活动 促进两岸同胞的认识与交流 同时将精彩冬奥传递给岛内 让两岸同胞共享冬奥的激情与荣光 台湾青年冬奥城市志愿者 一起向未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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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